必用孟宗族生動呈現荷花姿態 又或是保留竹節雕刻出一對阿公阿婆 甚至是將童話葉擬人化 用章木刻出童話之鍊 竹林雅吉聯展當中 十一位大師創作展現工藝之美 捨棄骨架胚胎 單純用天然漆一層一層堆疊出宛如銀河的螺旋 堆砌工藝家彭坤岩的每一件作品 都至少花費十個月以上才能完成 因為它乾燥的範圍 要在一公分的範圍才能夠乾燥 一天一公分這樣的一個堆疊的方法 去完成我的作品 曬乾後的不襪上頭 利用貝殼鑲嵌上珠光透亮 這是快要失傳的羅電藝術 將鳥兒駐足梅花枝頭貼得微妙微笑 難就難在做工繁複精細 因為它是有幅度的東西 而且它有薄 然後它的那個不能壓太大力 它會脆掉 竹雕木雕討逸竹邊堆砌流離 朱立雅籍連展中各種工藝的呈現 盡收眼底 由產業支撐創意跟生命力的話 整個所謂的藝術循環 才會變成一個良善的循環 那我們很樂見工藝類的部分 是最容易跨到產業的 竹林雅籍連展即日起到6月3號 邀請大家到文化局美術館 感受工藝之美